來店長先講一下 我今天真的是造型太浪 我照一下就是代言這個內衣 超厲害的 我代言馬登馬朵第四年了 很開心很榮幸 然後謝謝馬登馬朵一直來的照顧 然後今天穿的這個內衣 是最新一季的叫深呼吸靴 顧名思義就是讓長輩可以呼吸 就是很透氣 因為他有很厲害的新技術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胸部 形狀很漂亮很集中 不過長輩這麼的傲人 平常也沒有一些保養的 我覺得一定要好好照顧長輩的就是 你一定要選對內衣 因為亞洲的女生可能比較害羞 所以不太敢進專櫃 讓專業的阿姨幫你挑出 你最適合你尺寸的內衣 所以可能有時候你都會選擇太小的尺寸 就浪費了你身上傲人的條件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害羞 今天來馬登馬朵專櫃試穿 找出最適合你尺寸的內衣 那自己有對抗地心有力的選擇嗎 當然就是要運動 因為你運動除了體態會好之外 我覺得你整個人的狀況會很好 所以前幾天地震的時候 穿的比現在還要是嗎 因為地震是在家 所以沒有穿內衣 然後也沒穿褲子就跑出去了 但是有穿一件長上衣 因為真的太害怕了 那個地震真的晃的程度好大 所以當時有尖叫嗎 驚慌失措這樣 我覺得我出乎意料的很冷靜 但我家的狗發瘋的一直在尖叫 因為他害怕 就是趕快把他抱起來 然後趕快衝去開家門 但是第一次那個地震大的程度 讓我衝 就是做出這樣的舉動 那晚上敢睡著嗎 會不會擔心好像很余陣 那余原本有擔心 想說會不會有很多余陣 但沒想要就是很快就睡著了 那最近好像有去那個 時尚玩家的班底大集 對 很多粉絲都說我好看了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全部的班底一起 可以透露一下那天錄影 綜藝新時代的 對 剛好就是昨天出了外景 然後遇見好久沒有一起 合體的浩角香氣還有莎莎大家 所以我們昨天錄影的狀況非常開心 然後明明是遊戲節目 但是因為大家太久沒劇了 所以一聊起來 就整個變談話性節目了 對 所以我覺得那集很好笑 很好看 大家一定要鎖定綜藝新時代 昨天好像很久也沒有出外景 超級久 應該有兩年多吧 嗯 所以昨天再度出外景 就是早上也爬不起來 太久沒那麼早期 所以今天店長有一些 是要賣的 嗯 今天是擔任馬登馬朵 一日店長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多來找我 買內衣 然後 希望今天店長的業績不要太差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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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近已經說那個 不該的事情 你說計程車司機嗎 有 哦 有耶 那你平常會做什麼 擔任馬朵 變成公開 哦 嗯 雖然就是 我覺得 就是 好難回答哦 呵呵呵 我覺得 朋友之間一定要 保護對方 才算是真的朋友 然後 自己也要保護自己 可能換衣服的時候 就盡量自己一個人 嗯 哦 所以我出外景的時候 就算在手的朋友 我也不太敢 就是直接在他面前換衣服 嗯 還是會 找自己獨立的空間 不要給他看到 還是害羞啦 嗯 謝謝 謝謝